好,那么看一下啊,下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全文坚索框架啊,Histag它的一个安装,还有这个搜索引擎的安装,以及它俩之间的一个配置啊,那么在这里面呢,注意啊,在我们这里面,这里面呢,有一个对应的这个笔记啊,那么在这里面,你要去安装这个东西的话啊,上面搜索的话,首先你需要去安装一下这个,将个Histag啊,然后呢,再去,这个将个Histag呢,就是安装Histag这个框架。 然后Pipe Insta护士呢,就安装这个护士的引擎啊,那么这俩呢,你只需要把它安装到你对应的虚拟环境里面啊,就是找到你的虚拟环境,然后在这边呢,去做一个安装,就是Pipe Insta啊,Jungle啊,不要写错了啊,Jungle Histag啊,这里面提醒一下,不要装这个啊,不要自己敲成这个Histag了啊,这俩不一样啊,装的是Jungle Histag啊,OK,把它装完之后,那么Histag这个框架, 你安装完了,安装完的话,我们要使用护士引擎,你还要把这个护士引擎的包装一下啊,就Pipe Insta,然后呢,写上一个护士啊,好,把它也装完之后,下面呢,使用的话,你需要呢,去做一个配置啊,什么配置? 首先,在你项目的配置文件里面,去注册一个应用啊,注册的是谁,就是我们全文检索的框架啊,叫做HiStag啊,就把它做一个注册,诶,注册,全文检索框架啊,全文,检索,框架啊,那么把它做,注册完之后,对吧,我们说这个全文检索的框架呢, 那么,最终,我们这里面呢,要使用的是护士引擎,而这个引擎呢,而这个框架啊,它其实呢,是支持四种引擎的啊,你到底要使用哪一种,那么,那么你需要呢,做一个相应的配置啊,这个配置在哪呢? 这个配置像,其实呢,就在这边,然后呢,把它放到你的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啊,这边呢,就是我们全文检索框架的配置啊,在这边,全文检索框架的配置啊,然后这个配置呢,你注意啊,这里面,我们讲义上面是一步到位啊,直接写了一个它,其实呢,在你装完这个包之后啊,它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啊, 那么,这边呢,其实呢,是一个路径,这个路径的话,就说明,我们这个全文检索框架呢,要使用这个护士引擎,这其实呢,是一个路径啊,我们给大家找一下啊,那么在哪呢? 其实呢,你装的这个包,它就在这个包里面,这个包呢,我们的虚拟环境在哪呢?都在我们的这个Virtual UN下面吧,所以呢,我们刚装的包都在我们虚拟环境的配置里面,我们给大家找一下啊,直接CD,回到我们这个目录,然后呢,CD进入, 点Virtual UNVS啊,我装的虚拟环境都在这里面,然后LS,我们刚刚呢,这个虚拟环境呢,这就是这一个,DateFresh,所以呢,你进入这个DateFresh这个目录,然后里面呢,有一个对应的 Lib啊,CDLib,然后呢,我清一下屏啊,LS,在这里面有一个Python Python,3.5,那么进入,Python3.5,好,它里面呢,有一个叫做,这个目录,SitePackages啊,那么你,Python,你装的包呢,都在这里面,然后呢,你就可以进入里面去找啊,CD,Site,Packages啊,清一下屏,LS,在这里面,你可以呢,看到一个目录,这个目录是谁呢? 它叫做,Histag啊,那我们说刚刚呢,我们这里面的设置呢,其实呢,就是一个目录啊,这个Histag呢,就对应着这个目录,然后在这个目录下方呢,你进去之后,你CD进入,Histag这个目录,然后LS,你可以看到一个Bacons,对吧,这其实呢,这个点Bacons呢,也是一个目录啊,然后呢,进入这个Bacons,CD进入我们的Bacons,然后之后LS,那么在这里面,你注意啊,有两个文件,你装完都是没有的啊,一个呢,是这个ChineseNet,还有一个是这个, WhoseCN,Bacon啊,我把它删了啊,然后你,你原始装完之后,你在这里面,你只能看到这么几个文件啊,那我们说呢,在这里面呢,其实,这个地方呢,你应该点谁呢,你原始配置的时候,你应该是点这个,Whose,Bacon啊,WhoseBacon的意思呢,就是,使用这个,Whose引擎,所以呢,这边,这应该写的是,Whose下号线,Bacon啊,Whose下号线,Bacon啊,它是一个文件,对吧,它文件里面有一个类,叫做Whose,NG啊, 哎,那么,Jungle,Histag这个框架呢,它呢,哎,使用这个Whose引擎的时候,就是通过这个,类啊,就通过这个类,所以呢,在这里面配置的时候,这个NG这个配置项,就是,配置去使用这个,Whose,引擎啊,引擎,哎,这其实呢,就是一个路径啊,然后呢,再往下,你要知道,这里面还有一个配置项,叫做PASS啊, 那么,刚刚呢,我们在给大家介绍这个,搜索引擎的时候,我们说,搜索引擎,可以呢,对表中的某些,字段,它里面的数据呢,进行关键词的分析,然后,建立关键词,对应的这个,索引的,数据啊,最终,它呢,建立这些,索引的时候,会给你生成一个,对应的,索引文件, 那么这个PASS什么作用呢,就是设置啊,将来我这个索引文件,我要放在哪个,目录下啊,设置索引文件生成的一个,路径,那么在我们这边呢,其实呢,你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啊,这个东西呢,其实呢,就是我们的,拼接了一个路径,BaseDR,是我们这个项目的,目录,然后,Whoseindex,说明是在这个项目目录下方,有一个目录呢,叫做,Whoseindex啊,它来去存放我们的这个,索引文件,但你注意,现在我们没有, 这个目录,对吧,那么这个目录呢,我们虽然没有,但是你也不需要去建啊,在我们生成索引文件的时候,那么它呢,就会给我们自动的生成这个文件啊,这是它的一个配置,哎,一个是指定,使用的引擎,一个是指定,索引文件生成的一个,路径啊,然后除此之外,下面还有一个配置项啊,这个配置项就叫,Histag,Singular Processor啊,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,其实呢,我帮你建立完这个,关键词对应的,索引数据之后,你对应的,字段的, 内容呢,你可能会发生一个相应的,变化,你改变之后,那么这个索引呢,它就应该有一个相应的,变化啊,所以在这里面,你如果指定这个配置项的话,那么,当你表里面的这个数据呢,它发生一个添加修改或者删除的时候,那么它会自动的帮你重新的去生成一个,索引啊,这是这个配置项,它的一个作用啊,那么,以上的这点呢,就是我们这个,哎,全文件索框架的安装, 护士的安装,还有全文件索框架的一个配置啊,你要先把这些配置呢,给它做好啊,